歡迎光臨祝陽宅 死者祝陰宅 運氣差得小心住進的凶宅 這個有一個首購族 他買房子交代房仲說 他住的這個社區裡面 不能有凶宅 當然他自己也不能買到凶宅 對不對 但是偏偏他買了以後 這個女兒半夜常常哭鬧 驚嚇 結果查訪之後才發現 他的樓下曾經發生過一個孕婦 這個燒炭 一絲雙命的一個慘案 所以說他就跟房仲求償 但是被判敗訴 為什麼 因為他買的並不是凶宅 所以說你要買的房子之前 最好去明察暗訪一班 多跟附近人聊一聊 甚至於管區的警員 這樣子你才可以 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好啦 馬上歡迎 這個買的我跟你講也很慘 因為買了它就不能退貨的 兇宅女神 珍珍 看開台灣地圖 真正幫你兇宅打卡 吵鬧的小孩真讓人崩潰 欸 殊不知 安靜的小孩 是另外一個噩夢的開始 女明星套低處 老是看到不說話的小孩 這被陰靈纏上呢 還是有戰力的真相 殺雞放血已經夠恐怖了 竟然還有人殺人放血 原配一被心 被心痛的感覺衝昏頭 把老公當場斬首放血 Oh my God 千萬別讓老婆不開心 不然你有可能 就會是下個主角 好恐怖喔 抗嚇 爆爆啦 走開 你這... 你真的出來耶 誰叫你 來 新北市 好 發現不愛回家的小孩 也許不是變壞 也許不是談戀愛 可能是被鬼糾纏的開始 黃大哥是誰 沒錯 這是一個台灣的一個 女明星跟她的室友遇到的 那你知道演藝人員 有時候拍戲的關係 有時候難免比較晚回家 是 那所以你租的地方 希望這個等於說 半夜回來的時候 不會吵到人 那人家也不會吵到你 他就跟一個女性的朋友 找到一個位於新北市 比較郊區的一個透天座 一樓是客廳兼廚房 然後二樓就是他們 各自一個大房間 OK 覺得滿OK 那麼有一天他拍戲拍到比較晚 回來的時候 開車回來的時候 大概就是凌晨三點多 然後停好車子以後 馬庫倒車回來吹呼 他發現 在他們的房子的外面一棵樹下 有一個小朋友 大概看起來年紀 大概六七歲左右 是個男生 然後這個男生就拿了一顆球 拿了一顆球 像類似躲避球那樣子 然後就站在那個樹的旁邊 看著這個女明星 然後那時候因為 他的五官看起來 非常的清晰 很可愛 然後這個女明星下車以後 就走到車門口看到他 然後就跟他揮揮手 小朋友 看你一下 他說凌晨三點 小朋友 你趕快回家 你知道嗎 趕快回家 那因為他們剛搬來 也沒有 也不知道附近的鄰居 到底是住哪裡 不知道 他下意識的跟他講說 你趕快回家 那現在凌晨三點很晚 爸爸媽媽會著急 會找你 你趕快回家 那那個小朋友就不講話 看著他這樣子 那他一直跟他揮手 要靠近他 小朋友沒等他靠近 然後就跟他做了一個鬼臉 咻 就跑掉了這樣子 那他沒有想那麼多 他心裡想說 一定是鄰居的小朋友 好 那不宜有他就上去了 就睡覺就幹嘛的 睡到大概六點多的時候 他被室友敲門的聲音 給吵醒了 室友大概是 大概快要接近六七點的時候 起床 然後因為要開車出去上班了 是一般的公務人員 那室友就跟他講說 就跟他講說 某某某 你睡覺的時候 能不能把那個一樓 你回來的時候可能很晚了 那你能不能把一樓的電視機 給關掉 因為你把電視機打開了 你可能去洗澡 然後就去睡覺了 可是那電視機的聲音太大聲 吵到我了 我的鬧鐘頭還沒響 我就在樓上 然後就被那個電視機的聲音吵醒了 你知道嗎 然後他就說 我沒有開電視 當然室友會認為說 那你根本就是 你如果有開就有開 你何必騙我 難道電視機會自己打開嗎 然後室友就不高興 兩個人就少少的鬧個別扭 吵了一小架這樣子 就出去了 出去以後他就很 心裡就不是滋味 電視明明不是我打開的 為什麼你要說是我打開的呢 這個室友再隔一天 已經是住進來的 大概快要第七天了 再隔一天 這個室友大概在晚上 大概快要接近八九點的時候 那麼在他們位於 他們一樓的這個浴室 因為他們不是 那個房間裡面有浴室 比較老的建築物 所以他呢 只有一樓有浴室 然後二樓有一個小廁所這樣子 那室友呢 就在一樓的時候呢 在洗澡 他突然間覺得 那個 那涼了一下呢 他心想說 會不會是那個 風 因為有那個氣窗 有開了一小孔 會不會是風 然後就沒想那麼多 然後就繼續 大概往臉 這樣子 結果呢 這一次 非常明顯的感受 感覺到 是有人 用五根手指頭 而且很冰冷的 從屁股上面摸過去這樣子 他就嚇一大吊 誰 他就嚇一大吊 誰 這樣子 然後嚇到什麼程度 那個香香都掉到地上去 你知道嗎 香香掉到地上去 他正要下去 深蹲下去 剪肥皂是不是 是 正要剪的時候 突然間 這個肥皂 吻一下 然後 跑到 滑過去 跑到那個浴室最邊邊 然後聽到一聲 像男人的那個殘下聲 啊 這樣子 啊 有人踩到香皂這樣 撞到了牆 可是問題是 看不到人啦 是 看不到人啦 這次嚇一跳 不洗澡了對不對 趕快 衝出去了 見鬼啦 你知道嗎 除非是有人會隱身術 然後呢 讓你看不見 然後進來偷摸屁股 然後呢 要踩到像 他說 就像是一個人 不小心踩到肥皂這樣子 去撞到牆這樣子 而且是一個男的 因為發出來那個聲音是男的 而且是比較年紀大的 那種成熟男人的聲音這樣 他就衝出去了 然後就趕快躲到自己的房間裡面 把所有的燈全部打開 然後棉被蓋起來這樣 不敢動這樣子 就在那個晚上 你明星也是大概 入到凌晨大概三四點的時候 開車回來 這一次呢 他開車正要進車庫的時候 突然間 緊急煞車 為什麼呢 倒車入庫 緊急煞車 他本來看到的那個小朋友 他就站在那個後面 他趕快踩煞車 你知道嗎 趕快踩煞車 不然會撞到他 然後他就趕快 把車子弄了以後 下來跟那個小朋友說 小朋友很危險 你在這裡很危險 你怎麼三點在這個地方 你這樣子 你呢 父母會找你 然後那個 你這樣子 在車庫這樣子 很危險 萬一撞到你怎麼辦 他就有點指責的意思 然後這個時候 本來他第一次遇到他是 小朋友還是笑笑的 那這一次呢 他稍微有點責備的意思 那小朋友就 慢慢聽了以後呢 就開始不高興 你知道嗎 不高興以後 就把他 一樣抱著一顆躲避球 然後開始呢 從他的車後面就開始 拍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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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經過他的身邊 然後走出去 從這個小朋友開始 拍球開始 這個女明星呢 動都不敢動 而且開始發抖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呢 小朋友從車後面這樣 拍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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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去 是沒有聲音的 球 弄到地上 沒有那個 拍 不是會有 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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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嗎 自己嘅嘅 沒聲 然後呢 球一樣彈起來 球一樣彈起來這樣子 你想想那個畫面 沒有那個洞 那個女明星突然間發現 傻眼 這個我看到那個小朋友 到底是什麼啊 你知道嗎 然後呢 女明星很害怕 連車子都不想再移了 砰 就衝上去二樓 然後衝上二樓 立刻敲他室友的門 然後跟他室友 他沒想到室友開門以後 抱著他說我見鬼了 他跟他說我也見鬼了 你知道嗎 結果兩個人見的鬼 是不一樣的 一個是大的 一個男的 一個是小朋友 然後兩個人就抱在一起 對不對 怎麼辦... 把那個光線 光線全部都打開 登 再等個一兩個小時 天亮以後再說 等到天亮 等到天亮 計較了 然後趕快車子開著 去找房東 房東住在離這個地方 大概幾公里外 不遠的地方 他自己一個人住公寓 然後就趕快跑去找房東 咚... 一直敲門 然後就問他房東說 房東先生 你這個房子 是不是曾經發生過什麼事 他說房東說 原來前任的屋主 一家三口 夫妻兩個跟著一個小朋友 你知道嗎 結果後來媽媽因為不滿 這個爸爸喜歡賭博 喜歡什麼東西的 離家出走跑掉了 跑掉以後爸爸很怨 心裡面很怨 也出去找 可是都找不到 找不回來 那一天 這個就是我們台灣很多 為人父母最可惡的地方 那一天他認為 既然你這麼不守夫妻之情 你就棄我而去 我要報復你 報復你的方式就是讓你 撕掉我 跟我們兩個最心愛的寶貝 結果他帶著他的兒子 在房子裡面 而且是在一樓 燒炭自殺 死了以後 那一樣 因為死了以後 房東只好趕快報警 趕快處理 但是也不敢伸張出去 那新聞有見 但是因為 因為當時那個新聞很多 所以沒有人特別會 記得這件事情 他想說我來淨化 撒淨 幹什麼 我房間放一段時間 那應該人家就不知道了 那你房屋買賣 還要簽那個定型化器 說是不是兇宅 那我租你便宜一點 你應該就不會去管這個事情了 哪想到 嚇走了這一對 米明星的好朋友 藍頭線 藍頭線 這邊 發現老公外遇之後 老婆對他處以 放血的疾刑 用疾刑懲罰劈腿的丈夫 最淒慘的人倫悲劇 稍後告訴你 這邊 發現老公外遇之後 老婆對他處以 放血的疾刑 放血喔 敬平 這是什麼故事 放血喔 其實又是夫妻之間的感情問題 剛剛其實淚德哥講的那個 他那個夫妻的這個問題 這個是幾個月前才發生 是今年的事情 他這個男生 他是在台中大理工業區 經營一個模具的加工的一個工廠 其實是老字號的一個模具工廠 他公司經營的還不錯 而這個羅先生 他本來跟他的老婆感情都還不錯 跟老婆已經結婚了至少二十三年 然後後來去年六月 經過這個 因為他工廠 要找很多大量的這個聘僱的勞工 然後也找了很多的這個 請了很多的外勞 所以當時他也請了一個 外勞的翻譯 一個越南籍的這個翻譯 一個成姓的女子 結果那時候這個翻譯 就是本來居間在他們公司 工廠請了這個勞工 之間做一個這個雇主 跟那個勞工之間的翻譯橋樑 沒想到翻譯翻譯翻譯 翻著就是 翻到床上去了 對 對 就變成這個羅先生 跟他太太的小三了 這個女生 成姓女子 就變成成姓小三了 結果後來兩個人交往 到了去年下半年 九月 十月 其實這羅先生 應該是羅董 羅老闆 他是這個地方 仁愛鄉 有一個那個露營區 度假小木屋 以前是他老婆 小舅子 七舅他們在那邊 一個這個房子經營 其實也不是人做經營 是自己的私人房子 那因為這個羅老闆 羅先生跟羅太太 以前就是想說 每個禮拜會上去 南投仁愛鄉上山去住一次 感覺就把它當成 家庭私的小木屋 度假來經營 然後這樣一個來方式 每個禮拜去一次 這樣大家家庭還滿 和樂融融 休閒 後來他就覺得說 那乾脆就把它買下來 所以後來就把那個小木屋 買下來之後 然後他一開始就打理了一下 乾脆也把旁邊的這個露營區 也買下來了 露營區接著買下來之後 因為後來他去年 五六月認識的這個小山 開始交往 到了九月 十月 甚至乾脆就是稍微整理一下 開始經營那個 南投仁愛鄉的這個 露營的這個木屋區 然後一開始 就是做那種民宿 烤肉 露營的那種經營方式 而且後來 堂而皇之的 把這個本來在他台中的 這個工業區的 工廠做翻譯的這個陳姓小山 接過來南投仁愛鄉 直接在那個露營 烤肉小木屋區 度假村幫他經營 當老闆娘了 這樣的一個方式 讓這個陳姓小山 已經開始虛所無度了 因為他越來越... 越來越囂張 一直到最後要求這個羅老闆 這個羅先生 你一定要... 你是不是疼我 你是不是愛我 他也開始要一些房子 要他送他一些房子 而且開始要零用錢 要這個羅老闆送他錢 每個月要拿生活費給他 然後生活費 零用錢不打緊 就是要 送房子 買房子送他 他就說那個老婆也有 我也要什麼...等等 甚至要開始要分他的家產 你知道嗎 而這個羅老闆 當時也被這個陳姓的小山 整個愛情也沖昏頭了 迷惑 甚至打算寫遺囑 預立那個遺囑 要把一半的這個 深厚的家產都要分給他 那這還得了 你根本沒經過老婆 原配的同意 你沒經過家庭會議 你根本不顧你自己的家庭 你要把那個打拚失業 這幾十年來的 都分給這個外的 而且又是這個 不倫戀的小山這樣子 所以當下 他老婆當然就很生氣 但是他這個羅老闆 已經沖昏頭了 他就想要 一心想要跟他原配離婚了 就開始跟羅太太講 拜託啦 簽一下好不好 你簽啦 簽這個離婚協議書 就簽啦 你簽了 我一定會更愛你了 好不好 你簽了我會更開心 老婆聽得很切心 後來事情發生是在幾個月前 大概是到九月份的時候 他那時候九月初 然後兩夫妻又一樣 到了這個 南投仁愛這個度假幕去度假 本來是開開心心度假 然後可是沒想到那天晚上 又為了這個感情的事情 又為了小三介入他們家庭之情 兩個人吵起來了 大吵一架 然後他就吵起來了 吵到那個病病狗 然後砰砰 好像東西還摔破這種感覺 然後隔壁的那個 附近的那個 應該是附近的鄰居 不能說隔壁 他小木屋是獨棟獨棟 就聽到的聲音 還跑來關心 敲敲門砰砰砰 然後問說 欸 羅先生 羅太太你們沒事吧 吵到旁邊的鄰居都來關切了 然後他們就開門 還跟他們說 不好意思啦 沒事啦 沒有什麼事這樣 還想說 不要驚動的這樣鄰居 那時候 後來鄰居是跟警方講 是大概九月初 大概晚上的時候 九點多發生的事情 沒想到到了 這個一整個晚上 就悄然無聲 完全沒聲音了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 十點多 十一點 都過了十二個小時 日上三竿 都已經沒動靜了 奇怪 羅先生 羅太太平常 不會睡那麼晚 鄰居又覺得怪 又跑去敲門 沒有人一門 砰砰砰 沒有人一門 再敲砰砰 還是沒人一門 好幾次 然後就報警了 報警了 警察來查看 也是敲門都沒人一門 然後開始就破門而入 一破門而入就嚇一跳 當場那個血跡斑斑 屋內全部都是 這個是當時這個現場 當場看到羅先生 就倒臥在客廳的那個 沙發跟茶几 他那個桌子中間 血跡斑斑 而且死狀相當的慘 他幾乎是被人用這個 因為他頸部跟雙手的手腕 都有這個刀傷 然後受創最嚴重的地霆 是在頸部這個大動脈 當場 頸動脈整個斷掉 血是被人家用放血的方式 就像殺雞放血 這樣血都流光 整個流乾了 然後桌上還有一個空的 一瓶紅酒瓶 然後再往裡面去看 想說因為現場沒有發現 特別的打鬥痕跡 應該不太像有人闖空門 或者是闖空門不成 這樣子變成小偷行界 變成搶劫開始殺人 結果後來就進去了那個浴室 發現浴室本來是伸鎖住了 打開 羅太太也倒在裡面 羅太太倒在裡面 也氣絕身亡了 而且旁邊還有放一個 燒炭的這個炭盆 表示 羅太太跟羅先生 是一起共赴黃泉 那為什麼呢 後來找到了這個幾把兇器 這個就真的是找到那個兇刀 菜刀 還有剪刀 都在那個廚房裡面都找到了 還清洗乾淨了 後來在裡面找到之後 也找到了羅太太留下的遺書 遺言竟然是交代 兒子要好好照顧自己 也請警方找到他們兩夫妻之後 通知他的這個家人 然後呢 然後再通知他的家人 來處理他們的後事 以警方後來研判 可能是太太跟大 跟先生跟他丈夫吵完 跟羅老闆吵完架之後 就開始在那個紅酒裡面 就下了這個迷藥 那喝完紅酒 羅老闆他就整個不省人事了 然後迷婚了 然後就在 拿這個兇器 然後再選擇共赴黃泉 一場婚姻 兩夫妻最後的下場 竟是這樣子共赴黃泉 而且是用這麼悲慘的這個結局 夫妻啊 這麼久了對不對 總是有那個情在 你不能說因為一個小三 因為自己的那些情慾方面的事情 就抹煞這些事 這個就叫做抓住把柄 你知道嗎 你的把柄要讓自己抓 不要讓外面的小三到處抓 真的 高雄 高雄 好 來 這個法拍屋的夫妻檔 覺得自己命很硬 硬要住進那個燒炭的兄弟 結果出事了 當然出事了 這個應該想先講到 這一個燒炭自殺的這對夫妻 因為他們做生意失敗 做生意失敗房子開始 先抵押給銀行 二胎設定 開始又要跟地下錢莊戒 如果你會戒錢 戒到地下錢莊 差不多這個人 差不多要帶走 那因為地下錢莊是 吃人不吐骨頭 最後他會一直逼你... 逼到你沒辦法 你就想死 那這對夫妻 就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選擇了燒炭自殺 可是小孩子 是趁著小孩子去上學 兩個夫妻 才在自己的家裡面的燒炭自殺 所以當小孩子回來的時候 一看 爸爸媽媽已經死了 傻眼 你報警幹嘛 兩個小孩子都還在念小學 所以最後是阿嬤 來把這兩個小孫子 帶回去撫養 那房子一胎二胎 還有地下錢莊 所以最後一定是法院拍賣 所以法院拍賣的時候 就會出現了一群這樣的人 叫做專門在做法拍屋的 他們是合法的 這種生意的 好了 那這對夫妻 做法拍屋生意的 這對夫妻 就飆下來了 通常做法拍屋的人 他們是這樣 他們通常因為很低價取得 低價取得的時候 通常裝潢一下 或簡單整理一下 就轉手就賣掉了 賺一點 看再賺多少就賺多少 那通常不會自己住 因為他覺得說這種房子 通常不是開不太好 通常不是開不太好 這樣子 這對夫妻算是老經驗 可是問題是 他們一去看了這個房子之後 覺得說裝潢一下 完之後就覺得 怎麼... 這麼感覺很好 走進這個法拍屋的時候 這兩個夫妻都覺得說 感覺很好 我們要不要住住看 太太一直覺得 她想住住看 先生說 我也覺得不錯 這房子還滿合我們兩個的磁場 是 兩個人就這樣 就住進了這樣的 一間法拍屋裡面去 應該也算凶宅了吧 是凶宅 就是凶宅 但是她覺得她磁場不錯 對不對 其實我們之前講過很多的凶宅 有些凶宅 它是會是吸引一些人進來 她準備是要抓狗鐵的 對不對 住進去之後 當然住沒多久 事情開始發生了 首先就這個太太 平常這邊看電視的時候 看一看的時候 是胸悶 胸悶了 開始覺得 出來 臉子是開的 怎麼 換個姿勢 還是呼吸困了 就開始不舒服 那開始不舒服的時候 先在旁邊說 你到底怎麼了 怎麼回事 沒有 老是覺得 好像有人掐著我的脖子這樣 那怎麼回事呢 然後你把它這個弄開一點 這樣子 結果呢 不行 怎麼會穿開 怎麼會穿 因為以前那邊有發生過氣喘 任何的這樣子 結果那天晚上就 翻白眼呢 蹲過去 老公旁邊趕快急救幹嘛的 沒氣 急救醒來的時候 傻眼 奇怪 你這個衣服到底怎麼回事 結果呢 這麼一摸 奇怪 怎麼 怎麼一條 繩子 線 線頭 這什麼線頭呢 那種繩索啊 其實有一些繩索 把它解開之後 是有那種 非常細的麻線的那一種 OK 奇怪 怎麼會有這條繩子呢 這是什麼東西 從哪邊來的 不知道 那隔天呢 先生啊 對這個東西還有一點了解 你看到他的朋友 他就請到他朋友說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然後我太太是這樣子 他說 你們他會不會 是不是有點中邪 你們那個房子其實你之前 你好像知道他是兇宅不是嗎 那你是不是 你怎麼這麼 膽子那麼大 可是沒有 我們感覺住得很好啊 這樣子 那朋友喔 今天準備了一宿那個什麼 桃枝 桃枝 因為這個東西是可以驅鬼的 他說你回去 萬一他還有這樣的前行 你就拍打他 把鬼給趕走 是的嗎 就拍打就好了 帶回去 隔壁兩天 又來了 他這天是晚上太太睡覺的時候 睡到半夜的時候 在那邊 開始 呼吸又困難了 然後呢 尖叫 然後呢 起來的時候呢 他先生一想到 馬上想到什麼 那一桃枝 快點 趕快拿桃枝 來把他媽的打 打 打 打還好 一打的時候呢 他老婆更是整個在地上 從床上翻到地下 但是 結果他不敢打了 因為什麼 他覺得發現越打越嚴重 趕快旁邊 跪在他旁邊說 阿彌陀佛 就這樣一直念這個 宋永佛號這樣 他太太才慢慢呢 慢慢又有一點清醒了 好 清醒之後 太太 先生都覺得 這個事情不對勁了 為什麼呢 先生又從他的領子裡面這邊 奇怪 又摸出一條線 又一條 又一條線 那不曉得這個線是從哪邊來的 這個太奇怪了 隔天 他先生等天一亮 趕快去賊 就找了那個 我的那個法師朋友 經過朋友的介紹 說你來看看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法師要出動 法師出動了 法師一聽這個 怪怪的 他說你 你太太是最近才開始這樣子嗎 他說對 才開始發現 他呼吸是很困難 他說 你先帶你太太去看醫生 這個法師希望我特別交代 跟大家講 不要發生一些事情 你去求什麼 求鬼神幹嘛 去求什麼 吃槍灰什麼 你 對 先同時要帶太太 先去看醫生 做個檢查 結果先生帶他太太去 去一檢查 喉癌 初期 初期 當然這邊要講一下 有些人住進凶宅的時候 開始會有精神分裂或什麼東西 或者是有一些疾病 有些得癌症的 這是我們也之前講過 是確實有可能 因為這樣子而發生的 因為他要整理 對 好了 以前是喉癌初期 那同一時間 法師到他們家裡面 這麼一看 歸譜這麼一弄 你們這個是凶宅嗎 對啊 之前有人燒爛自殺 你們還敢住 因為感覺沒有凶宅的感覺 竟然這樣窗明激進 然後把他裝潢一下 就覺得兩個夫妻都感覺很好 所以法師說 你們兩個人實在是 這樣不去味道 想過天氣 你們這個是凶宅 而且兩個冤魂在裡面 而且是一男一女 好 那幹嘛呢 就選了一個日子 就在他們家裡 要來做法 你不然幫我們淨化一下 是不是 好了 那天 選了一個好日子 淨化 他們就在他們家的客廳 四個方位 就設了一個八卦證 然後在中間 放了一個小瓶子 他說瓶子叫做收藥瓶 然後就拿 剛剛這個五色紙 就剪了十幾件的那種 女孩子穿的女裝 剪了十幾件 法師做法師 就跟他太太講 待會兒 我要讓 希望這個女鬼 能夠把這十幾件的衣服 穿到她的身上 但是你呢 你如果說是要給她穿的 她就偏不穿 你要說這不是給你穿的 她就一定會穿上 待會兒我做法的時候 如果你感覺上 有開始不舒服的 你就講說 這個不是要給你穿的 這樣子 開始做法 做法 果不其然 她來了 又開始覺得什麼 又開始覺得呼吸困難 這個呼吸困難 當然可能後來也是原因 但是那一個 她可以感受到那個陰氣來 一來的時候 她想到法師跟她提醒的 這個不是給你穿的 這個衣服不是給你穿的 結果法師就看到 像就像我們的紙片一樣 開始翻動 那十幾件衣服開始這樣翻動... 她知道她開始穿了 那個鬼 那個女鬼管妳的 她就開始穿 她開始穿的時候 其實那個是法師要做的法之一 什麼呢 要把 所以她一穿上去 一開始翻動之後 她開始念法 做法 然後那個東西就開始變成網子 把那個女鬼給開始縮緊 你束縛住了 因為她穿了十幾件 對不對 把它收起來 越鬆 然後旁邊收藥品拿起來 她就用她的法術把它收進來 收進來的時候 不是有一男一女嗎 另外那一個男鬼在旁邊 略證的開始 想要救她的這一個 這一個女鬼 所以法師當然做 她的畫符畫咒這樣子 然後花種水 灑她幹嘛 那個男鬼算是比較用 所以跟她有一陣的那個拚鬥 對抗 最後讓她水 激烈的拚鬥 砸下去 砸到瓶子破掉之後 又聽到她說 跑掉了 但是呢 女鬼是收在那個收藥品裡面 法師就在畫了一些符 畫成一些 跟香灰揉一揉的 揉成兩團東西 就交給那個先生 他說這個男鬼 過兩天一定會回來 一定會回來 回來的時候 你就用這個東西砸它 這樣子 那你趕快通知我 我趕快來這樣 好了 果不其然 過了兩天之後 夫妻兩個人 就在客廳裡面 一樣在那邊看電視的時候 還敢住在那裡 你看這對夫妻是不是很替氣 替氣 替氣 開始聽到樓上 有人在走動 砰砰 瑞德講的在求 那個小孩子拍球沒有聲音 那個看不到的鬼 在樓上走動是有聲音的 砰砰砰砰砰 走完走去 兩個人夫妻一看 知道他來了 回來了 趕快拿著那法師 給了那兩顆 那一顆往上走 那個男主人 還滿... 其實我聽完那個故事 我覺得他有個尷尬 他就一面跟他尷尬 一面往上走 一面尷尬 因為很多人認為說 我用尷尬 就可以把你驅走 就往上走 增加那個氣 尷尬 走到那邊 那個女巫主是不敢上去 他說他在一樓 你好勇敢 他就往上走 我把他尷尬 結果他越走上去的時候 他就聽到樓上的聲音 砰砰砰砰 跑得越來越快 然後那個先生上去之後 他突然間 就都沒聲音了 那太太在底下 等會兒 老公 你知道嗎 老公 老公 學恥的丈夫突然無聲無息 是怎麼回事呢 他就往上走 我把他尷尬 結果他越走上去的時候 他就聽到樓上的聲音 砰砰砰砰 跑得越來越快 然後那個先生上去之後 他突然間 砰砰砰砰 就都沒聲音了 那太太在底下 等會兒 那太太在底下 都沒有聲音 他想說他老公會不會死在上面 趕快呼吸勇氣 上去看 還沒走到樓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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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看到先生已經躺在樓梯口那邊 他看到他鼻子 嘴巴什麼耳朵 都一大堆那種黃色的東西 他以為那是鼻涕還是什麼東西 可是看起來 溫起來又臭臭的 像大便那樣 他就覺得 他不曉得該怎麼辦 趕快打電話給 打電話給法師 法師 他就趕快來 一來的時候 一清 清理完 給他喝薑茶 之後慢慢推他的人中 把他給推醒了 推醒的時候他說 那個是一個黑色的 長得黑臉 然後是身長是並不高 大概兩尺多而已 然後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不是這一張 你不要... 你不要被告 我跟你講 不是這個黑臉 OK 然後呢 然後他碰到他的時候 他說他根本就是 他突然間一隻手 兩隻手就掐過來 所以掐過來之後 那個男主人其實他的脖子這邊 很明顯的一個手的掌印 掐痕 他說他後來就不省人事了 這時候他就看到床上 有十幾點 像螢火蟲那樣子的 綠色的 那種 鬼火嗎 還是 就... 就像螢火蟲那樣 在床上那邊飄來飄去... 這樣子 然後 整個那個空間 好像突然間 進到那個冷凍庫一樣 是 開始非常的極冷 法師當然知道 他... 人過來了 要跟他拚 這個時候呢 那個 先生啊 突然間 好像被鬼附身一樣 就這樣子 全身 掐起來 翻白眼 我救你 翻白眼 開始 刷刷到... 那個時候呢 法師把他的衣服脫掉 法師拿出他的蛛紗筆 那個蛛紗筆是可以避寫的 第一個 他馬上在那一個 他的先生的心口的位置 寫上了一個政治標記的政治 他說這個是給他振興 再來呢 在他的脖子這裡 你的刀具真多 寫了一個呢 刀字 刀 菜刀的刀 準備要把他給斬首 這樣子 但是他...你不能真的斬人嘛 對 因為他是附身在他身上 寫了一個斬...刀字 在他的雙背這邊呢 寫上火字 放火的火 準備要把他給燒了 當他寫完之後 準備要念咒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呢 那個他的先生啊 突然間跳起來 彈起來說 你不要...不要長我... 不要燒我 我馬上走... 我馬上走 我再也不會回來了 不敢回來了 這樣子 然後呢 說 又彈下去 那一個男鬼啊 也從那個時候開始呢 就再也... 真的再也不敢再 回到這個房子裡面來 是 所以那個法師呢 趕快在這個房子裡面呢 就再打那個結結當 來幫他做一些 進化的動作 然後也告訴他 勸他說 如果你們要繼續住在這邊 我是勸你 不要這麼... 你... 你們兩個人喔 其實... 你們的吃場跟這個房子 是不適合的 嗯... 雖然他們做法派悟的 可是他們對凶宅 其實根本不了解 但是呢 還好 在那個過程裡面啊 沒有被那一對夫妻呢 給抓交替的 就像你開始講 搞不好 他們就是被吸引去的 沒有錯 其實就是被吸引去的 就是要抓他們交替的 我跟各位解釋一下 很多觀眾朋友 可能會疑惑說 你們都在講凶宅 哪來台灣那麼多凶宅 跟各位報告一下 一年喔... 有三千間的凶宅 但是不是每個凶宅 都會有一些靈異故事 通常會比較... 冤氣比較重 怨氣比較重 才會有這些故事 那凶宅也不是每個人 都買賣得起啊 對 我們台灣有四大草房 聽完一個叫帥鍋頭 有沒有 帥鍋頭就跟我講 他曾經有一段時間 去炒凶宅 可是他發現 因為他很節儉 他賺很多錢 都是在趕嘛 他只要沒買賣一副兄弟賺錢 一出去他就出車禍 出車禍 對 所以到後來他心裡想說 算了... 我沒有命賺這個錢 我可能賺得到 可能沒命賺 沒錯 對 貼過了 來 安了神位又亂丟 我跟你講這就慘了 這什麼心態啊 這個我朋友啦 他... 他是住在一個很小很小的眷村 他本身也很鐵齒 他也在友台當記者 那平常有跟我聯絡 他也會叫我去跟他 去家裡跟他吃吃飯 喝酒 因為他爸爸是 開放探親的時候 一開始他就回去了 他爸爸已經退休了 回去那邊的親戚啊 花了很多錢 那回來他媽媽其實是 很不高興的 就為了這些事情 有一直在吵架 但是他爸爸是想說 他的爺爺死的時候 他也沒有回 也沒有在大陸嘛 因為那時候 海峽兩岸隔開 也沒辦法回去 他就覺得說 好像對不起祖先怎麼樣 他也請了 一般很少外省人會相信 所以他請了一個老師 安了一個神主牌位 拜了幾年也沒事 也都OK 都平常也沒什麼事發生 也還很平安 可是他過了幾年之後 他爸爸因為生病 然後就往生了 就走了 可是走了之後 他媽媽覺得 你錢 你走了 你好歹你也留下一些 那個退休金還是什麼 都沒有 因為他就可能回去 探親都發光了 他就很生氣 他爸爸一往生之後 他就把那個神主牌位 丟到垃圾桶送 丟到垃圾車載走 他跟我講說 這個事情就從 他媽媽把這個神主牌位 丟了之後 就開始了 有一年呢 他就說 郭老師你來我家 我們家 雖然眷村很小 但是有庭院 中秋節你來我家烤肉 我就說 好 那就去你家烤肉 那平常我們去 我會先跟他媽媽打個招呼 他媽媽在裡面 那那一天去很奇怪 我們去 一去就 烤到一半我進去打招呼 他媽媽好像變一個人 好像跟我們很陌生一樣 不認識 不認識一樣 就覺得很奇怪 我老婆出來也跟我講 老公 那個他媽媽好像怪怪的 我剛剛進去 我跟他打招呼 他就一直看著電視 然後客廳的燈 關得暗暗的 然後我跟他打招呼 他也就這樣子 也不像以前我們來 那種熱絡 對 就覺得很奇怪就對了 我說對啊 我也覺得很奇怪 我覺得怪怪的 他們家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還是他媽媽有發生什麼事 烤完肉隔天 他媽媽回來 就出車禍了 一撞進了家戶病房 差一點死掉 他就馬上跑來說 郭老師怎麼辦 我媽媽在家戶病房 在急診室 可能過不了 你可不可以幫我 跟神明求一下 我說可以 我就幫他做一下法 沒事 活下來了 但是呢 變植物人 這植物人就慘了 他們兄弟兩個 還有一個姐姐 大家都在工作 那誰要照顧他 他當記者也很忙 沒辦法照顧他 他就跟他哥哥商量說 不然這樣好了 我們兩個工作都還算可以 那他的姐姐 就工作比較不好 不穩定 就是說不然你把工作辭掉 你來照顧這個媽媽 那他們兄弟兩個人 就湊了一百萬給這個姐姐 就是說你的生活費 照顧媽媽的醫藥費 還有家裡的開銷 就從這一百萬來支出 那他姐姐就來 遲了工作 就開始照顧 照顧他 可是照顧 因為植物人 你每天要給他翻背 洗身體 按摩 推拿 不然他的肉會長什麼 入瘡 對 剛好他就有一個朋友就說 那我有認識一個 那個推拿師 那我叫他每天來給你推拿好 好 就叫他來 來推拿 推拿 推拿久了 跟他姐姐產生感情 兩個人走在一起的 過了一陣子 又分手了 然後就問他姐姐 他姐姐說 錢花光了 結果這個推拿師 他以前是炸這個 這個炸漆飯 就是這個 這個詐騙集團 結果錢被騙走了 感情也被騙走了 那個人也消失了 然後他姐姐 身體有一天覺得 好像呼吸有一點困難 去檢查 一下子檢查出來說 默其 肺癌其實很快 幾個月 他姐姐又走了 丟掉神主牌 立刻家破人亡 這要如何化解 精彩內容馬上回來 身體有一天覺得 好像呼吸有一點困難 去檢查 一下子檢查出來說 默其 一下子檢查出來說 默其 肺癌其實很快 幾個月 他姐姐又走了 不到一年 這 時間發生的 這個時間 人家說 然後錢也沒有 他兄弟兩個存的一百萬 也沒有了 然後他姐姐過沒多久 跟那個男朋友分手之後 檢查肺癌也走了 他開始覺得說 這個事情 不是他想像的這樣 因為他從小教育 就是用 我們從小的教育 就是用科學的角度 去分析這些事情 他開始覺得這個事情 不是那麼簡單 因為他本身很鐵齒 他就不相信這一些 然後原本 都講好了 工作要升遷了 要升官了 都要講好了 他能力很強 他有得過台灣的普利之獎 但是我是給他虧 我說你就衰 他去那個紐西蘭採訪 人家他沒去沒事 他去就地震 然後地震 剛好拿手機拍拍拍回來 得了那個台灣的普利之獎 我說那你工作表現好 又得了獎 你應該升 他說對啊 都講好了 也應該要升我了 就是升不上去 就很奇怪 他就開始覺得奇怪了 到後面他說 他說這個事情不解決不行 因為他結婚 他有一個小女兒 這個還很小 大概一歲而已 他說現在覺得怪怪的 這個小女孩有一些舉動怪怪 他說這個一定要處理 我說你當然是一定要處理的 因為你把人家丟掉 然後我覺得 我們去你家的那個氣氛 也不是只有你家主線的問題 可能還有其他的鬼魂 因為你把他丟掉 可能他要報仇 還是要抓狗鐵 可能會引了很多 一些雜七雜八 其他的外面的靈 邪靈 惡靈進來 所以你家裡會變得一團磚 只要誰在家裡 處理他媽媽的事情 都倒楣 後來我就幫他處理掉 然後把神明重新 那個祖先重新再按上去 就慢慢回復 就OK了 是喔 所以這個 這種事情就是 不能釣魚清新 對 既然你安了就要好好做 要不然的話 就算你不要安了 你也要 比如把他移到廟裡 對啊 你就要跟他點香跟他講 你說我們這個眷村 可能這個要改建了 可能土地要還給政府了 那先把你請去這個 靈谷塔 或者廟裡面 都廟裡面 其實是可以請到廟裡面去 對 現在包括很多的佛事 也讓人家激放 千萬不要把他亂丟 點個祖先跟他講 爸爸不會跟他講 不得已 政府的 我們也沒辦法 是 就先暫時請去 你不要把他直接丟到垃圾桶 太不尊敬了 認誰都會生氣 包括就是 那天 有一個朋友來問說 那如果遺照呢 他的遺照有沒有 你現在可能 不要亂丟 你遺照你要把它丟掉 是不是可以 就是燒掉還是幹嘛 當然可以 你要 因為什麼 有些裝潢有時候 你在家裡面還擺一個遺照 怪怪的對不對 已經可能到了下一代 下一代又下一代了 那怎麼辦 請下來 好好跟他講一下 講一下之後 貼一個紅包袋 或貼一個紅字條 你給他放著 或者是你要把它燒掉 是都可以的 好 今天謝謝大家